哈囉!我是大叔 我今天要求再為 從英雄聯盟S9銅牌S12鑽4 到現在S13最高大師265分的玩家 他一開始是玩賽特猴子的 因為那時候版本對線打團強勢 後來發現自己沒玩過幾把菲歐拉 卻能爆打當時自己所在的金牌段位 加加上有看過JJ King的操作急緊 於是就開始專精菲歐拉 希望能跟JJ King一樣強 他S13單雙使用菲歐拉114場58%勝率 曾遇到一件雷文打成03E戰機獲勝 是OPGG台服靠端使用菲歐拉場次 第二名的菲歐拉 心態與拉扯 使用的符文征服者 切領神仙、穿進敏捷 被水一戰爆破監獄 遇到對線強勢的短手或想打團戰的 就帶這個 點心的例子有達瑞斯、雷文等等 第二套不死自我 爆破迴春艦翼附魔之帶焦灼 遇到消耗能力很強 但脆皮的英雄就帶這個 點心例子有傑希 納爾、凱能 第三套不死自我 爆破迴春艦翼魔法靈靴 乾糧快遞 遇到線上很弱勢的坦克就帶這個 眼前例子有狗頭、二耳、賽恩等等 小福運動是攻速四星物防 裝置技能散線傳送 如果遇到對線強勢英雄 可以帶散線點藍配合征服者 鍵點法組Q-1 裝順序騎手裝遇到消耗強 多人盾加水 遇到線上很弱勢 但你又很難殺 太祖品加水 遇到線上對拼強 多人盾加水 神話裝對面坦克多勝烈之障 優勢帶想單帶三箱之力 帶征服者引血戰錘 第二件固定狂怒九頭蛇 因為菲歐拉推線很慢 九頭蛇可以加速推線單帶跟吃兵回血 先選擇敵對普攻角色多出物防血 控制多出水星靴 若普攻跟控制都多 優先選擇物防血 關起草菲歐拉1等很強勢 所以在邊線狙擊後 直接月線換血不被卡破綻 基本上大部分英雄能打過 但是換血盡量不要騷擾到小兵 若1等換血成功 2等就可以學1斬殺 若對面血量沒很低就學W 帶點燃後期不出破爭戰斧去打團 帶TP才可以單帶 要不然沒得幫隊友 帶TP也能盡量多發育 關鍵團才TP支援 基本上不是關鍵團都不跟 團隊士一般單帶的時候 如果團團打起來位置很好 可以TP幫忙或者繞後 打團優先針對敵隊威脅最大的 如果自己狀態好就開打給C位 狀態差就給追劍敵人殺掉拿回血症 若碰不到C位 就想辦法限制C位的輸出位置 分割戰場 但其實菲歐拉大多時候不需要打團 只需要叫隊友拖住對面 自己單帶給壓力就可以了 玩法基本上都是以線上各種操作 拿到優勢 後期單帶取勝 最常用的戰術就是單帶逼人回防 然後再TP配合隊友形成5打4的局面 最後想看更多關於菲歐拉的對線細節 可以到她的Youtube 連結放在說明欄或留言 接下來我們馬上登上 台服務大師菲歐拉 心態與拉扯的精彩操作 成功 放在旁邊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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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照片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呸 呸 呸 d είνα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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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